所以往后如果说各位想要再去练习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像这本书还蛮推荐的 那你当然要不就把它自己印下来 要不就是在放在平板里面也可以看 它是一个PDF档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另外它的范例档就在旁边这边 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里面的话每一个章节哪个范例 其实里面都有相关的测试码可以参考 这是第一个 今天的话我们就是剩下还有一些东西 所以我之前讲过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已经绝版了 你可以再找找看 要怎么样学会有关工作表的物件 其实我们是借由物件去做自动化 实际上这个地方 第一个你要先把我们的范例档打开来 比如上个礼拜讲到我们的范例档 在eSale里面其实很多都有一些参考的答案 这个答案的话 我建议各位可以从这边可以找其他命令 当然在eSale VBA的环境开发人员里面 它这边已经有一个在Visual Basic里面 这个有个问号 这个问号点击进来之后 其实就有每一个物件的相关的使用方法 如果我说你今天希望找到相关的答案的话 其实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打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我们的工作表物件 里面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功能 其实主要就是说 比如我工作表我要怎么样达到自动化 我不需要用键盘跟滑鼠 我就可以去控制它 它有哪一些方法跟哪些属性 是你可以去做控制 就是可程式化的部分 那我怎么知道说 有哪一些这个这个这个程式该如何撰写 那首先当然你要了解物件 因为其实可以透过物件 你就可以控制 也是有上面的所有一切功能 都可以找得到答案的 那比如说呢 我们以那个序词物件来看的话 这边当然你可以打一个序词 一定要记得要加S 按个Enter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序词物件 那序词物件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了 一般它会一个简单的叙述一下 指的就是活跃部中的所有的 这个工作表的集合 也就是说所有的 序词加S嘛 那我建议各位以后 你看到一个物件的时候 你就找它了什么呢 找它的所谓的成员 物件的成员 那其实成员 一个物件一定会有两个成员 一个是方法 方法是做什么 一个是属性 属性就是说 比如说它这个物件的外观 它里面有包含哪些 数值 或者是说它有哪一些 背后的功能 它们指的是外观 或者里面的相关的一些 内部的数值的设定 通通指的就是所谓的 那个属性 那你可以找到 底下有个物件成员 点击进来 那各位就可以看到 这个SHITS能够做到哪一些呢 那这边就会显示出来方法 方法的话 它的图示一定就长这样子 一个好像一个方块 然后后面有三条线 不过呢 在VBA里面呢 我们在写程式的时候 点下去的时候 它是绿色的 可是在这边很奇怪 这边变成红色的 反正指的就是方法 那比如说呢 一个工作表里面有哪些方法 前面我们都有用过了 大部分都有工作 比如说AD 还记得吧 有没有 SHITS加AD 点 你就有一个AD 对不对 那这个AD能够做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新增工作表 有没有 那可是新增工作表 它会新增到哪里呢 你如果AD 它就直接在后面 或者你可以给它一个方向 是AD AD 或者 BEFORE 那如果你不加 就直接一个AD 就可以了 所以当然相关的方法 你如果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点击它 那里面它就告诉你说 你要怎么建立啊等等等等等等 那里面的话有 BEFORE 跟 AFTER 然后有Count Type 那有一些是选用的 所谓的选用就是说 你后面这个参数呢 你不给也没关系 那但是你如果说它里面 一定要写 比如说一定要的话 那你就是不能 不是选用的话 是必要的话 那你就一定要给这个参数 那比如说你可以用什么 BEFORE AFTER 有没有 比如说我们的BEFORE 然后冒号等于就是参数 哪一个去此 比如说去此 第一个 那它AD的时候 它就什么 BEFORE 那AD的时候呢 它就会AD到哪里 不会到最后面 而是到最前面去 所以呢 那一般就是都是在最后面 可是如果你要BEFORE的话 你可以加个参数 它就帮你新增到前面去 那诸如此类的 包含什么COPY 欸 COPY 比如说你有大量的工作表 假设你在做任何事情之前呢 你想要怕说有做错的可能 那你有没有一种是自动帮你复制一个 那你用COPY就可以了 那一样的道理 COPY里面有哪些参数 before跟absor一模一样 对不对 然后它自动帮你COPY 那delete我想我们也用很多了 就哪一个sheet 哪一个sheet 刮胡里面 第几个或者是什么名称 点delete不就好了 但是delete有一个缺点 就是它会跳出对话方块 是否删除哪一个工作表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会加一个application 点display alone 等于false 那最后再把它de true 诶 那这样他就不会一直提示了 这些我想前面应该都有讲过了 那其实你们要学的就是物件 怎么样去达到自动化的目的 里面最重要是它的成员 成员 一个物件呢 里面的成员 一定就是属性跟方法 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方法 还有move有没有 诶 有印象吧